那么呢 咱们今天要想了解山口组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咱们首先得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定黑社会是非法组织 因为黑社会嘛 它是跟政府机构对抗的 黑白嘛 这两道的事儿 黑白可以说很难往一块掺和 可是日本承认黑社会是合法组织 正好100周年 它是1915年成立的 是1915年呢 一个叫山口春吉的人 在日本神户组织了50个码头工人 成立这么个山口组 山口春吉是祖师爷 所以这叫山口组 这个呢 很像呢 就是中国的青帮 它原来是由这个码头工人 这码头工人呢 是弱势群体 可是人多 凑在一块力量很大 他们为了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权益 进而呢 攫取更多的利益 演变成了黑社会 所以山口组也是这么过程 山口组呢 起家之后呢 在这二三十年代呢 从事啊 赌博啊 色情行业啊等等 非法的行业 那时候由于山口组呢 势力不够大 日本当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是黑龙会 然后是宣扬社 但是这两个组织 都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你看我们在印象当中记得 什么霍元甲啊 陈真战啊 还上海滩呢 这些老的电视剧里边呢 往往都有日本黑社会组织 在中国 上海 北京各个地方进行渗透 山口组当时的势力呢 达不到能够跟日本军国主义到海外去渗透那种程度 可是这一点是他弱项 后来恰恰变成他优势 那就是呢 我们说是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呢 原来那些悬崖社 黑龙会啊 由于参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那么这时候美国占领了日本 美国就宣布黑龙会 悬崖社 这些参与国侵略的组织都是非法的 给我拿下 就把他们给打灭火了 彻底解散了 而这时候山口组呢 没有参与这事 得以生存下来 不仅得以生存 还借助战后日本的混乱的壮大起来了 就为什么日本政府后来制定法律 承认黑人会组织合法化 跟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 什么呢 当时啊 日本战败了以后 在原来日本国内呢 日本的军国主义 包括日本的老百姓 欺负一些外在的侨民 这回这些侨民可扬眉吐气了 其中最感到扬眉吐气的人也多的是朝鲜侨民 就是从朝鲜和韩国过来的这些侨民 那么这些人原来受欺负 这时候扬眉吐气了 所以他们开始展开啊 对日本啊 本土的市民 这种疯狂掠夺 大肆报复的这种行为 你看就在这个日本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那一天 1945年8月15号 在神户的朝鲜侨民 联合台湾侨民 过去咱们两边都受欺负 现在咱们 收拾他们 攻进了日本神户的火车站 把这个神户火车站里囤积的 给着日本灾民的那些物资都给抢下了 然后在街上要碰到日本人 那就大大出手 我可想扬眉吐气 报受决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日本的警方啊 势力非常薄弱 根本没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骚乱 像这个美国大兵求助吧 还不行 为啥 美国人不熟悉地面 他们不熟悉整个地面的社会治安状况 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美国大兵也不愿管这事 他们算强龙 压不住这些地面上的事 所以也不愿惹这麻烦 所以这种混乱一天天扩大 这时候日本政府和日本警方没办法 求助有一定势力的山口组 说你帮我们来收拾他们 所以山口组那时候通过这个方式 获得了合法的执法权 然后带这些人跟朝鲜敲民 跟台湾敲民干 最终呢 他由于本土的老百姓呢 拥护啊 这个山口组 你看你保护我们力 很多人加入山口组 山口组壮大起来 一点点就把这个骚乱呢 就给压平了 那么可以说这个时候 山口组对日本社会的稳定 是做出贡献的 所以日本政府和日本警察的 这方面的组织 对这个山口组 应该说格外的优待 而且日本老百姓呢 一看山口组是保护 日本老百姓利益的 所以格外拥护的 这样山口组就开始一点点做大了 而且他没有竞争者 像我们说黑龙会那些 都被美国人给取缔了 所以山口组一天天做大了 当然他的第三代组长 这人叫田岗义雄 这是个强人 超级能人 本身也比较狠 他在监狱里坐了几年牢 出来之后直接担任 山口组第三代长官人 在他带动之下 整个山口组壮大的 速度是非常高的